哈喽大家好 我是Crystal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录一个很特别的开箱 就是我刚刚收到了 我老妈从国内一起来的一个大包裹 主要是一些给我宝宝的东西 就是姥姥送给宝宝的东西 然后今天刚好是520 在此迟到的祝大家一下520快乐 刚刚好520收到嘛 所以就想来看一看姥姥给宝宝的爱 都是什么 首先就是我给我宝宝做的一个周岁的一本书 书是我自己做的 做了一个一百页的 质量还蛮好的 里面就有很多很多宝宝的回忆什么的 我们的回忆 然后对 在淘宝的一家店 他做的这个质量还是真的挺好的 纸张啊还有印刷的感觉都还挺好的 所以我很喜欢 对我妈就给我寄过来了一本 剩下的四本的样子 他就分发一下给国内的亲朋好友什么的 然后很喜欢这本书 我会把所有店家写在下面 然后是一个 这个东西是我妈已经买了好久好久了 他在我生宝宝之前就买好了 只不过当时本来是想着能过来嘛 结果万恶的心关 然后就没有过来 放宝宝牙齿的一个 好可爱 他是很沉甸甸的 所以寄给我的时候 他非常小心的包裹的 上面有宝宝的出生档案 就是写着你是顺产啊 几时生的啊 是谁减断的旗带啊 乳名叫什么 性别身长 体重头尾 属相啊星座血型什么的 出生时的天气 然后里面是排在了很多牙齿的形状 就是以后你如果哪颗乳牙掉了 就可以把这颗牙齿收在里面 我觉得非常的好看又好用的感觉 然后中间这个 这个好像是放胎毛的吧 剪下的胎毛 这是放胎毛的吗 这么小 这个好可爱 这个我要非常小心的收着 因为现在我儿子特别喜欢 把一切东西往地下扔扔扔 所以就很怕会弄坏的 这个太可爱了 谢谢姥姥 谢谢漂亮姥姥 一个可爱的尾嘴 这个是一个我在美国的朋友 他送给我宝宝的 上面是修罗宝宝的名字 是这个牌子的小领结 然后他家宝宝是 我家宝宝的小哥哥 就稍微大一点点 这个领结我才收到 是因为本来是我爸妈想过 过来的时候带过来的嘛 结果因为疫情也就没有办法来了 都已经过去一年多了 我才收到 好可爱 如果我那个朋友 有在看这个视频的话 我再次对你表示感谢 感恩有你 谢谢谢谢 实在是才收到有没有 出门的话可以戴起来 比较精细嘛 我老妈给她买了 好多好多可爱的衣服 超可爱的小毛衣 红白相间的这种条 然后上面有一个 Snoopy 很可爱 这个颜色也很显白 好萌 然后质量也很好 这个应该是豆济妈家的 我在豆济妈家也之前 买过好几件卫衣 就又便宜又好穿 质量真的很好 所以我觉得国内的小伙伴 你们好幸运 好幸福 这边衣服很好买 但是可爱的就没那么多 巴拉巴拉baby的 上面有一个小猫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的 兜兜 超可爱的小领子 太可爱了 谢谢喇喇 绝大多数都是我们鸟俩一起挑的 阿姆阿姆 GG baby 它这是一个UCLA的熊头 不是老虎头 老虎头 最近动物孩子说这些动物什么的说的嘴都有点飘了 他最近已经学会大老虎怎么叫了 就是我教他的 大老虎怎么叫 他就会 我现在正在教他狗怎么叫 汪汪汪 可能那个汪的音不是特别好发出来 所以最近我一问他大老虎怎么叫 他就会 其他的还在学习当中 这是同一家买的吗 这是一个可爱的印花T恤 T恤上面的图案我很喜欢 但是我估计他一时半会儿是穿不上了 就是一个宝宝在吃饭 然后对面有一只小猫猫 好可爱 又是有大人版的 我也喜欢 我也想要一件 这个也是豆鸡妈家的 插肩袖的一个卫衣 是这种米色的 上面是一个小兔兔 这也很好看 挺显摆的 上面小兔兔 Little Bunny Foo Foo 这几家也是在同一家买的 这家是叫什么呀 回头我问我妈店家的名字叫什么 因为这次的东西全都是我妈坚持 她自己买的 然后她套运飞机过来 因为她说这是姥姥的心意 不拉不拉的 感恩 可爱的一个小熊秀 好漂亮 这种baby blue的颜色 挺显白的 这个穿上应该很好看 同一家店 有一个这种背带裤 它有加绒的 但是加绒的买不到了 然后我就要了一个普通版的 它穿上这个比较可爱 是这种兜兜的 前面有一个兜 然后后面的这个袋 就是比较简单的这种 我要了一条灰色的 还挺长的 我估计我儿子要再大一点 的时候才能穿 他现在还没有那么高 这个也是同一家买的 所以他们这家叫 滴滴贝尔 滴滴熊 滴滴贝尔 就是一个砍胶 我本来想要一个蓝色 还是什么颜色 后来我妈说蓝色的 感觉太多了 所以她就做主 挑了一个粉嫩粉嫩的颜色 我觉得大小伙子穿粉色 也是可以的 对 让她尝试一下 好可爱哦 这个砍件 谢谢 谢谢娜娜 这个不是我让她买的 我也不知道她在哪挑的 这个我完全不知道是哪家 这个明显比较大 我估计怎么也得等到 宝宝大一点吧 就是一个睡衣 因为它属老鼠的嘛 所以这上面就全是 米奇和米妮 米妮还穿成了 白雪公主的样子 这个就很长了 我觉得这个得有90吧 反正最近宝宝肯 肯定穿不上 然后这些衣服 我都会再洗一遍这样子 我的一个东西 这个是我好久好久以前 戴购了一个墨镜 当时就寄到我国内家里了 然后我妈就给我收了 我都忘了有这个墨镜了 真的 它上面写着有UV400 我也不知道它到底 是否真的有这个UV400 这个牌子是Jorge这么念嘛 我也不知道怎么念 一个比较偏装饰性的吧 戴一下 戴成之后 我的世界颜色就变成那种 望角Carmen的那种色调 就是滤镜里面比较偏 我们看过重庆森林嘛 那个电影的那种感觉 就是有点绿绿的 它挺好看的吧 这个抠了吧 真的挺好看的 等到再夏天的时候再戴吧 现在已经是 我觉得澳洲的深秋真的超红的 很可爱 很可爱 我感觉我不太会拍照 你们知道吗 就是一说拍照 我就会下意识地把手 笔心 笔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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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全都是各种笔叶 就很不会拍照 但这个还挺好看的 喜欢 谢谢老妈 我真的完全忘记这个了 然后我妈说到时候 说这个好丑 塑料的感觉 年龄段不太一样 所以它可能 盖得不太到 我最近安利我妈 看山河令 有没有 她大概一个多星期 把剧已经刷完了 所以我现在要开始 给她补物料 还有补演唱会了 然后争取给我妈 让我妈能盖 不知道这个妈妈能不能盖 然后是一个项链 这项链我买了好久好久了 当时的时候 我就想着 什么时候 他们能过来 给我带过来 结果没想到 我也迟迟带不过来 就是我用我宝宝的 那个脚印 做了一个项链 这项链是18K斤的 大概不到2000块钱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项链 对我来讲 意义会很特别 它不是那种买的那种 这包子实在是太好了 我感觉拆得我 发型都没了 这正面是我宝宝的脚印 写了它的名字 还有出生的日期 背面是 我和老公两个人的手印 形成了一个心形 下面是一句 我想对儿子说的 Apple of my eye 掌上明珠的意思 这个真的很亮 这个金链子也很亮 这里还有一个小猪猪 它可以调节 这个链子的长短 看 质感很好 就虽然不是什么牌子 但是是很有意义的 而且它真的很亮 因为它真的是K金的嘛 我把儿子戴在脖子上 开心 然后是 我当时买了一堆 国内的头花 这么一大包加在一起 大概就人民币100块钱吧 超级多头花 我真的短时间内都不用买头花了 我买这个头花的时候 这种类型还特别火 现在我感觉就应 应该没那么火吧 这个是这种比较偏蓝色色调的 诶 这个为什么有两个 这个 然后这个是这种 还挺可爱的 蓝色的完了之后 还有这种黄色的 这个上面有小橱菊 这个小橱菊 这种比较布的 这个上面都是小爱心 我今天这个颜色就比较符合这种颜色 那这个呢就比较适合你 扎一个这种小丸子头 或者是一个高马尾之类的 就大概这个意思吧 狼狈 然后还有就是这种 这个什么色 丝断的颜色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这样红的 比较适合配裙子 这种花的粉的 其实这种你再底下 梳一个辫子 扎上也挺好的 比较偏夏天吧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这种 比较丝断紫的这种感觉 编起来 就可以把它弄上 主要是就比较便宜 很便宜的一个东西 买了很多这种圈圈 因为之前不是有那个圈圈 是那种黑色的嘛 这个圈圈是那种镭射的 我感觉有点拍不太出来 它不是透明的 它是镭射的 买了两个镭射的圈 然后是一个橡皮粉 还有一个黄色的 你平时要是把它套手上 也是挺好看的 就会不灵不灵的 就不是那个黑的 那个那么的黑 就我觉得那个黑的太黑了 稍微套个几天 它就没那么紧了 这样一砸 然后它也不会像透明的 那么透着 黑就没那么好看 这个镭射还不错 橡皮粉什么的 黄的 也挺好看 然后是几个小卡子 很可爱的 小格子的 好村啊 这不是我想的 真的 这不是我想要的 就是比较适合配小裙子吧 等到夏天什么的 然后另外两个类型的 就是黄色白色的这种笑脸 我怎么买了这么多黄布垃圾的 黄色白色笑脸 然后这个是小鸭子的 这么卡的 比较宽啊 就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为什么这么粗粗的 有时候我想幸亏我是个儿子 如果我是女儿的话 我可能给他买的东西更夸张 然后买两个这种夹子 我觉得也很好看 它的颜色都非常的夏天 就有点不太适合现在了 你看是这种橡皮橘和这种橡皮粉 这种大夹子就可以往头上 这么一别的这种 然后把这个拆了 实在太蠢了 这种夹子吧 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夹子 好傻呀 为什么心里有点慌慌的 不太敢让我老公看见 我觉得他看见肯定会笑我傻 然后是还是夹子 但我其实这个都是在一家店买的 而且我买了好久了 并不是占用了我儿子的东西 这是一个胡萝卜 然后这个是一个小飞猪 小飞猪太逗了 还长了个翅膀 我当时看见我觉得太萌了 夹在这儿 猪飞起来吃胡萝卜 这个我要是戴上的话 我儿子应该会第一时间 就小手去够他够他 应该是这种 然后还买了一些皮筋 实在太多了 都是一家店买的 不是这种花的这种大的 是这种小细皮筋 小花的很可爱 我小时候其实除了美少女战士 我更喜欢摩卡少女鹰 这个是小鹰的一个挂石 又是一个猪 猪上面还有个小珍珠 终点是把这个猪 我一不小心买了两个 就比较适合梳个麻花辫 然后就戴这个装个嫩什么的 这是一个皮卡丘 也是戴上挺可爱的这种 然后我很喜欢杨蜜 去年夏天的时候 他露蜜桃还是什么时候 有一阵手上有戴一个花花的皮筋 就这个皮筋 他戴在手腕上也挺好看的 这个花的 然后他还会没事绑在头上 我就觉得很可爱 他的是这个颜色 所以我这个颜色买了两个 戴在手上也挺好看的 反正我看他戴着挺好看的 看就这样的 很可爱 所以你要是平时戴在手上 再把头发扎起来 也不会觉得这个东西 在手上好像很傻 还是你们觉得很傻 我觉得不傻 然后我买了别的颜色的 粉花的 还有这种小囊花的 跟这个花风格类似的是 我买了一个小煎蛋 这是黄色的也是 这个煎蛋你戴上也是好看的 所以这种出门到饭店了 吃饭要喂孩子了 然后你就会有一个 可爱的小煎蛋 有没有 吃完发了再把它摘下来 一个沉迷学习 一个呆萌 你把它粘在上面 粘在上面 是我头发太多了吗 为什么我感觉我都粘不住了 我戴上只剩下呆了 没有萌 还有两个就是 洗脸时候的那个发套 这样的 不用担心 头发会糊在这个大脑门什么的上面 然后戴着我这个还挺紧的 我感觉我眼睛都在往上掉 我脑门真大 然后另外一个这个 我本来看图片 我觉得挺可爱的 为什么我说到时候感觉这么傻呀 就是一个 一个蝴蝶结的 比那鹿角的要更宽一点 我觉得它戴上还不错 戴上会让我想到那个魔女宅鸡便 这个红的戴上还可以 但是就骨的头很紧 就是脑袋会往上亮的那种 这样也挺好的 就省着头发会散开 然后还有一个小的 带纯的这种发菇 姜黄的颜色 我当时还在它那个粉色当中有点犹豫 后来买了一个这种姜黄色的 我感觉我好像现在 大的机会也不是那么多吧 打开心呀 感觉夏天会有很多可爱的头发 这边头发真的都又贵 然后又没那么可爱那么好看 然后是我妈给我买了三个这种 防晒的口罩 然后他说这个特别好用 因为颧骨会比较容易晒出斑 我原来特别傻 我原来刚来澳洲的时候 都不是刚来澳洲 我在新加坡也不知道要防晒 早一点注意防晒 可能皮肤会更好一些吧 它就会有一些小晒斑 尤其这种颧骨高的地方 就比较容易有 但这个它就会盖住这里 就不会容易晒黑啊什么的 我妈就给我买这种防晒口罩 她说透气性也很好 然后推荐我 黑色白色还有米色的 但是我感觉我近期应该用不到 因为我觉得这边 逐渐不太戴口罩 而且冬天 紫外线也没有那么强了 我要是出门 推着孩子 陪他玩 戴着这样的口罩 应该会把周围的邻居啊 朋友们吓到 等到夏天再说吧 然后我妈还给我和我老公 买了四双很厚的袜子 母爱有没有 就是非常的细心吧 感觉 我有孩子之后 我也感觉到就是能想的很细 她买的这个袜子 就是很适合冬天穿的 因为现在我们家里很冷 开始逐渐冷下 等到冬天我估计会更冷 然后这个袜子就会非常厚 她也知道我喜欢蓝色 好看这种紫色 她就给我买了蓝色 还有这种紫色的 谢谢妈妈 然后她还给我老公买了两双 这种灰色和这种黑色的 就比较大老爷们的色 谢谢妈妈 谢谢妈妈 我们会把他们都洗了 最后等到天冷了 就会穿起来 包括她还给我买了这种 这种家里穿的袜子 就直接穿着 他就可以不用穿鞋的这种 在我们家楼上 我就可以直接穿这个 因为我现在在楼下 已经穿UG了 就觉得很冷 接下来是一波 还是给宝宝的东西 她给宝宝买了 超级多的鞋和袜子 Needle Bear 尼多熊嘛 比较大一点的 两三岁之后才穿的吧 然后这个我打算先不拆了 绿色的 格格的 这个黄色好可爱 上面还有奶酪 好萌啊 这个上面是小老鼠 颜色也是黄色 蓝色绿色一起拼的 蓝绿色的这种普通的 然后旁边这个也是一个深蓝色的 上面画了一个 好像也是小老鼠吧 就是偷吃奶酪的小老鼠之类的 都很可爱 谢谢姥姥 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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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边一排呢 都是我老妈寄过来的鞋 超夸张的 因为我们家宝宝现在穿的就是 这款鞋 Mic House的鞋 因为超级好穿 又很软 它现在是125的脚 然后我老妈就买了 从130到145的鞋 就买了很多双鞋 而且鞋里面 它都已经塞好了袜子寄过来的 它塞袜子 一是觉得袜子能够撑着点鞋 让它不变形 第二就是想再多几千袜子过来 这双蓝色的 包括这双红色的 都是好孩子的 底儿都是比较软的这种 但是最软的 我觉得还是Mickey House 这个是 这什么牌子 我也不知道 然后这个底儿也特别好 特别软 这个和这个同一个牌子的 这个就是好孩子的 这个是140的 Mickey House的 像我们家孩子现在穿的 也是Mickey House的 我妈买了日产的 从日本挤过来的 Mickey House的鞋 就是特别特别软 但是他们家最大就是到145了 所以这个应该是145的 然后这个鞋的评价也挺好的 明显就更大一点的 这可能是150的吧 巴拉巴拉这个牌子的 就刚刚有一件衣服也是这个牌子的 然后前面是这种露网网的空气的 然后这是这种星星的袜子 很可爱 这个是这种条纹的袜子 这是两双了 这是这种条纹的袜子 这是星星的袜子 这是一个条纹的袜子 这个是小猪猪 红色的小飞猪 然后这个是小汽车 还有小船 这颜色我还挺喜欢的 这种淡淡的绿 哇有袜子是这个颜色 然后这个是一个姜黄色的 上面有可爱的小云朵 这个是厚一点的袜子 中间有花的 然后这个是这种白色雪松绿的颜色 上面有小星星 一双 两双 三双 四双 五双 六双 七双 八双 九双 十双 再加上刚才那个妮多贝尔的五双 哇我妈买了十五六双的袜子 还有六双鞋 我觉得我宝宝大概两三岁之后才会再买鞋吧 天呐这只鞋里居然塞了两双袜子 所以我妈到底是买了几双 十六双吗 十七双 好了那么这就是今天这一期的开箱了 主要分享了一下姥姥的爱 虽然大家看到这一支视频的时候 520肯定已经过了 但是还是想跟大家说 不要吝惜对亲人爱人说我爱你 要及时的跟周围的人们表达自己的爱 生活就会更多一些美好 包括你也可以对你的兄弟大声说我爱你哦 是商人的话都知道是什么梗 那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边结束了 再次感谢我老妈就是姥姥 送我这么一大堆的东西过来 宝宝出生之后 她已经寄给我包裹大概第七次 甚至第八次了 就每次都是一大响 每次都是一大响 所以真的能够感觉到她对我 包括对宝宝 妈妈的爱意 来谢谢谢谢姥姥 谢谢姥姥 谢谢姥姥 好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 希望你能够为我三连 点赞关注我 评论弹幕 打开小铃铛 就可以及时的收到提醒了 希望大家喜欢我 支持我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好恐怖啊 我觉得我妈买的这个螃蟹真的好恐怖 天呐 没所谢 但她两个红色胳膊 现在被我儿子已经拆下来了 我真的觉得她好恐怖 她瞪着眼睛然后爬过去 真的太恐怖了